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亲爱的爱多美家人 大家笑好 我是星光大师陈冠军 在这边跟大家请安温豪 谢谢 课程一开始还是请教大家一下 你们是想要成功还是一定要成功 一定要成功的请举手下 让我看看 谢谢手放下 给自己一个热烈掌声 请你跟左边的人说 你一定会成功 接下来 有人左右不分 接下来跟你右边的人说 你一定没问题 你看 一定会成功 一定没问题 对吧 因为最近刚上了星光 对吧 上了星光之后我要不要 请我的家人招待一下去高级餐厅用餐 要不要 就选了一家灯光美气氛家的高级餐厅 带我的太太还有小孩子去用餐 庆祝星光 对吧 点了一份高级的套餐之后 餐开始使用的时候 突然有一个服务生 就拿了一瓶香槟过来跟我介绍 很高档的香槟 我说这么高档 要为我们庆祝一下 我说多少钱 他说五千块 我说好 他就蹦一声 五千块 我说好贵哦 怎么一开就他开那么快 都还来不及讲 我想说算了 星光嘛 花了五千块 值得吧 值得啦 接下来吃好到小宝 又有一个服务生 另外一个服务生 又推了一个红酒过来 哎呀先生先生 我跟你介绍这个红酒啊 顶级的联混跟产地啊 我问他说多少钱呢 他说一万块 我说开 他就把红酒开了啦 我说开开什么玩笑啊 哇 那个晚餐啊 你知道吗 花了总共将近两万块 各位值得吧 值得 那上 上星期就十月初 公司是招待我们 去哪里 星光旅游嘛 有没有 那星光旅游 你看到的是什么 刚刚有看影片了嘛 对吧 哇 真的是五星喜的招待啊 你知道吗 那些 参加星光之旅的全家庭啊 一辈子有些是没有全家一起出游的啊 他们在分享感言的时候 大家都掉下眼泪来 真的 那我们看看我的影片 那个 有没有看到蔚然的海岸 有哦 有没有看到右边是我的女儿 有没有 她悠闲地躺在哪里 掉床啊 很舒适耶 对吧 在 这是谁 我们一家人 是不是 一家人有没有很幸福的感觉 有啊 隔一天 我们第一天去的时候 第二天的 下午 也就是晚上 公司特别举办了什么 星光的晚宴啊 在哪里 海边啊 各位你看 海边漂不漂亮 如果在海边用晚餐的感觉 你们说好不好 太棒了 你知道吗 灯光美气氛家啦 刚好很荣幸的那一天 是我的生日啊 哇 公司我有准备这个生日宴会 棒不棒 谢谢公司 真的非常的棒 非常开心 是我生平 这辈子过了最好的生日啊 最棒的生日啊 公司非常用心 早上呢 睡到什么时候 自然醒啊 有没有 在座各位 你们平常就睡到自然醒是吗 不行的 在埃多美不能睡到自然醒啊 应该是睡不着 出国才可以睡到自然醒 因为是人家招待的都免费的 好 早上你看看 在海边享受那种烂漫的早餐 好不好 太棒了嘛 接下来呢 要不要晚餐 晚餐 烛光晚餐也是很棒嘛 在海边的氛围啊 真的是不容易啊 对吧 看看啊 在换店的时候 有没有游泳池 有哦 我们这一次的星光之旅啊 我们全家四个人啊 许下这个愿望 是什么愿望 各位你们知道吗 一定不知道 要学会游泳啊 我们四个都不会游泳 这么美丽的游泳池 我们都用不到啊 只是泡泡水 穿个泳装 装装样子而已 所以各位有空就学学游泳 很棒了 好 那白天呢 公司呢也一样立场的 怎么样 带着我们出去玩 坐着小船到海底隧道 也就是在那国家公园 非常棒的一个景点 希望各位有朝一日 都能上星光 好不好 真的啦 让人家招待那种感觉 还有一次性的奖金 给你三十万 去菲律宾玩六天五夜 玩钱都还没花往 那种感觉很棒吧 真的 你就把他钱带出门 好 我们出去玩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很悠闲的 翘着脚坐着小船 对吧 然后吃得很丰盛的 这个晚餐 我儿子女儿开不开心 看他的笑容就知道嘛 非常的开心 这是后来我们有到沙滩 去玩什么 跳跳乐 有没有 跳跳乐 大家有玩过吗 你看我女儿 有没有跳得很高 好开心 头发都挥起来 中间是我老婆 右边是我儿子 各位你们有没有发现到 从中间这张图开始 就跳的高度越来越低 为什么 重量的关系 是的 重量的关系 好 那 享受 这种旅游的乐趣之后 我们出国 是不是一定要逛 百货商城 是吧 是吧 一定要逛百货商城 那逛百货商城的目的是什么 把钱花光 为国争光 对吧 是不是 把你带出的钱 花光才能为国争光 是吧 然后我也是牵着我老婆的手 去逛百货商城 逛逛逛 牵着很紧 我女儿走在后面 她突然跑到前面来跟我说 爸爸爸爸 为什么每次你们跟妈妈逛街的时候 你老是牵着妈妈的手 你们这么恩爱啊 我说 对啊 当然啊 万一我如果一放手的时候 妈妈就会到处乱买啊 她终于明白 为什么要逛街 是要把老婆的手紧紧地牵着 放手的时候怎么办 到处买啦 你回来就要找不玩的刷卡 对吧 来跟各位 讲讲这个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刚刚一开始的时候 是不是问了很多朋友 说你们是想要成功 还是一定要成功 对吧 可是你下了一定要成功的决心 你要了解成功的定义是什么 明白吗 成功的真正定义啊 就是逐步完成你预先设定的目标 各位 我们在爱多美有没有目标 有 你上了两天一夜的成功学院 你去需要的很多目标 可是我们第一个目标 是阶段性的目标 叫做什么 销售大师 销售大师 再来呢 钻石 再来 玫瑰 再来星光 皇家 王冠 再来是什么 尊王大师啊 各位 我们参加爱多美最重的目标是什么 钻王大师 现在全世界在爱多美有几位 几位钻王大师 六位嘛 对吧 可是 未来的钻王最多的在哪里 在这里 对不对 是 在这里 未来会成为那一位钻王的请举手一下 是的 请给自己一个热烈掌声 跟你说嘛 未来最多的钻王在这里 几千位 在台湾 尤其我们在成功学院的这些伙伴们 所以每个人都是走向钻王之路 那在两三个月前呢 公司 皇家俱乐部成员要去公司 参加皇家会议 那时候我也参观了总公司 我也拍下了这一张难得的画面 准王一次性的奖励是多少钱 十亿韩元 台币折耳快三千万 你看看我的相片 有没有 当晚啊 我就把三千万台币抱回家了 你知道吗 因为当晚我就做梦了嘛 三千万台币抱回家 各位 这是我们要参加成功学院的目的啊 各位你知道参加一次成功学院 你们赚多少钱吗 二十五万啊 二十五万新台币 你今天才缴一千二啊 你们已经赚到了 懂吗 我们十年上尊王啊 你每个月 对不对 把它处于十年 一个月 就二十五万 这样你们会不会算了 所以你们今天有来的 都赚到了 请你跟你的左倫一二说说 你今天要报仕啊 有报仕啊 赚二十五万耶 赚到你自己去除啊 你看 所以你今天来就对了 下一次要再参加 要 在四五年前我记得 那时候在台湾慢慢产生一些领袖 很荣幸 我也是第一批唱领袖俱乐部 也是联薪三百万的成员 去总公司开领袖会议 这个图也就是我第一次 我们那时候有七位到韩国去 这是留下珍贵的照片 给大家看一下 来 接下来就是我的生平介绍了 各位 想不想了解我的生平啊 想 我只讲给大家听哦 我从小啊 就出生在一个什么样 非常贫穷的乌龙家庭 什么叫乌龙 就是家里种田的 各位你们家是种田的 请举手一下 我看看 哇 这么多啊 手放下 那一半应该是长鸟了啦 种田的 我是属于那另外一半的 很穷的 所以我们小时候把吃苦当吃补 对吧 非常的贫穷 那时候小时候就梦想着 有一天啊 要成为有钱人啊 各位 我小时候许下一个梦想啊 是说 每天啊 每天啊 有一百块钱啊 带在身边 你知道有多好吗 终于啊 在四十年后的现在啊 终于实现了 因为我老婆 每天给我一百块钱 还没讲完啊 我老婆另外呢 还拿了一张提款卡给我 说要多少自己领 你看我老婆多好 所以小时候要不要做梦啊 当然要做梦啊 当然这是梦想 会学着你的时间 年龄就会成就 好 那因为呢 我自己呢 没有很高的学历 我只念到 一般的高职生 也就是电工科啊 各位 我像不像一个水电工啊 是不是那一块料 当然不是吧 因为我很怕电 所以我后来就没有去 做这个水电工 混个文饼毕业而已 各位 可是没有高的学历啊 我一开始呢 我一开始呢 出社会就是摆地摊 摆地摊要不要学历 不用嘛 摆地摊做夜市 然后呢 就做过保险 然后也做过一些银行的办卡业务 各位 我也是做过叫卖歌耶 有没有 卖东西 像电视沟这样子 叫卖高手 中间呢 也做过很多项业务啊 我记得 印象很深刻的一次 我去求职啊 找工作 应征项目是做业务的 业务的工作 然后我一开始面试的时候 老板啊 就跟我讲 这篇有一篇文章啊 你练一遍好不好 你练一下 哇塞各位 我一个高职生 英文我一窍不通 我看得懂吗 根本看不懂也不会练 可是为了要取得工作机会 我要不要硬着头皮 把它练下去 我就把它硬着头皮 把它练完啊 整篇文章耶 你知道当我练完的时候 老板说 恭喜你 你录取了 哇 我吓一跳 我为什么会录取 老板老板 我为什么会被录取 你告诉我 老板就说了 我们寻找了业务人才啊 就要像你这种 非常不要脸的人 各位 像我这种非常不要脸的人 来做爱多美 你说好不好 非常不要脸的人 请举手一下 我看一下 看看现场有多少人 哇谢谢 我们给非常不要脸的掌声一下 好不好 对 我们做业务 做爱多美 就是不要脸 懂吗 对 像我这种 你要找这种不要脸 来做爱多美 当你的下线 你知道吗 很快你就会左右 两条线 封顶 好 后来呢 传统行业做完了之后 陆陆续续 接触到什么 直销行业 各位 直销行业 我一接触的时候 是因为四个字 市场倍增学 我从二十年的时间 做了十几家 有没有成功 蛮有成功 从保养品 保健食品 做到日常饭品 都没有成功 各位 这种境界很辛苦 从有朋友 做到没朋友 从有钱 做到没钱 你知道这种情境 像什么吗 像从五星级换店 直接掉到跨房子 这种情境 你知道吗 从有钱 做到没钱 后来 做到没钱之后 就变成直销烂民 各位知道直销烂民吧 就是除了没钱之外 还附在一堆的 你知道吗 我在直销烂民手册 你可以看到我的名字 也可以看到我的相片 各位 你们来看看 直销烂民手册 长什么样子 你们看一下 这个样子 各位 你去欢就可以看到我 各位 我去欢的时候 还好 我排名第三 我还不是排名第一 有人荣登一名第二名 各位 想不想看直销烂民手册的内业 想不想 我们来看看前两名 跟第四 前两名 还有我是第三名 长什么样子 我们来看一下 还好 我是排第三 这两位荣登宝座 可是这两位 有没有上星光 这三位现在都上星光 因为我是第三名 所以我最慢上星光 这样明白吗 好 看看就可以了 好不好 因为现场 他们本人都有在现场 你可以去问问他们 好 对 真的我们做直销 就是这么样的辛苦 就是这样付出 好 接下来我跟大家分享 我们过去做那么多直销 没有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很重要 我把它整理到五点 过去我做了十家 那个直销没成功 第一个 问题是在入会费 要不要 一千块到一千五不等 各位如果一个直销 或者一个会员制的通路 入会会一千 一般的消费者会不会进场 不会啦 那一千块可以买很多的日常用品了 对吧 所以只是单纯的消费者是不会进场的 这是第一点 我认为直销的困难在这边 第二点 我们进场的时候 要不要买一些产品 产品公司的制度 就规划成大中小盘 然后以趴街 赚趴数 还有如果是无限带制度的设计 它就会设计每日的封顶 各位 进场要花那么多钱 才可决定你的收入大小 这也是一般人做不到的 第三 每个月要花三千到五千块的从销额 也就是说 我为了领五百块 一千块 我要花多少 三千到五千 不等的金额去买产品 各位 这个很累人的 第一 有赚差价 有没有 一开始的时候 是爬街的时候 赚趴数 赚差价 各位 如果你根本讲直销 你一直讲 一直讲 这个产品有多好 公司有多棒 对方的眼睛 是不是在看着你 你赚我多少钱 对吧 可是我们爱多美 没有赚差价 好不好做 大声地说出来 我今天没有赚你任何一毛钱 你买多少 我也买多少 所以我做爱多美 唯一最快乐的事情 是什么 公园会很大声 懂吗 所以你好好去思考 赚差价这个制度 是不容易经营的 OK 第五点 我们为了领奖金 需要有责任额 跟小组业绩 所以我们拼命的补货 囤货 补货 囤货 这是直销 赚的钱 大部分一半都花在这个部分 所以我整理给大家 就是直销 我自己本身的经历 做不起来 原因我归了几个重点 就是在这里 OK 接下来我分享 什么时候 我加入爱多美的 我是在2012年7月12号注册的 有图为证 我给大家看一下 看这张投影片 我是真的是在2012年7月12号 我是100多号 现在一开头是1000多号 我也是一开头 我是100多号 在六年前 也就是说台湾还没开幕的时候 我就认真经营 认真找伙伴 结果很认真 你知道 我分享一下 我这一年半 直到开幕的奋斗过程 给大家知道一下 不然有一些朋友 不知道我是怎么奋斗 怎么从事爱多美的 当时我看到爱多美这个机会 时候是免费经济 分享经济 我就抓住这个机会 紧追不放 我每天出去的时候 各位我是穿着什么样衣服 给大家看一下 我穿着这样战袍 穿着战袍 背水一战 只有前进没有退路 你知道吗 一定要成功胜利回来 这才是我最终的目标 很多朋友说 那你从事爱多美 当然是你有直销经验 我说这跟有直销经验 没有什么差别 重点你是看到这个机会没有 所以我那时候是把什么 月亮当太阳 把雨水当冲凉 从鸡叫做到鬼叫 现在有开始跟我一样的 请举手一下来 我看一下 哇你们都很快成功 真的 抓住机会 你就会睡不着觉 你就会拼命 把这个事业做到成功为止 我一开始因为我不懂 虽然我有直销经验 我放下身段 虚心学习 新的技能 才能到新的地方 走旧的路 绝对不会到新的地方 对吧 所以你来到成功学院 来到爱多美 一定要放下过去 你的直销经验 重新学习新的技能 我一开始 我就办家庭聚会 我就开始跟我的伙伴 我的朋友 我的家人 左倪右舍 开始免会做脸 有图为证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每天到处去做脸 去人家办公室 咖啡厅 去人家家里 都开始去做脸 我太太那时候也协助我 帮其他伙伴做脸 到目前为止 这五六年当中 我帮助伙伴们 或者伙伴的伙伴 做脸的 我已经超过一千张脸 各位要不要给我掌声一下 如果你把产品当作是 爱多美的灵魂的话 你真的要落实产品的体验 我就是这样子 一步一脚印 免会帮人家做脸 一直做 一直学 走到哪里 做脸 做到哪里 这才是你的成功经营之道 所以我把我的经验告诉大家 你不用太厉害 来的爱多美 你就会很厉害 这就是部分年龄 都能够在爱多美成功的案例 非常的多 好 我做了一年半 时间公司才开幕 公司在2014年的1月7号开幕 在高雄劳工局开幕 各位 开幕的时候 经营了一年半了嘛 如果你们是我 会不会把组织图打开一下 我打开了组织图 一看我差点晕倒 吓一大跳 为什么 来看一下这张图 时代内全部洪框 真的啦 时代内全部洪框 可是为什么时代内全部洪框呢 大家很好奇对吧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开幕 很多人就很早之前 前时代都是在一年半以前注册了 他们都没有消费 因为那时候买产品要透过韩国再寄过来 根本不会消费 所以一年过去 这时代的人完全 四龙工商 不知道跑去哪里 我想说开幕了 我应该很开心才对吧 可是 因为我的志气告诉我自己 我在爱多美会成功不可 虽然一年半的时间很辛苦 没有得到什么报偿 可是一开幕了 如果我还做不起来 那我还算是个人吗 对吧 我那时候就很认真 没关系 时代之内全部阵亡 我可以继续增援找人往下排线 对吧 所以我这一直不断的往下排线下去 一直往下 所以才能造就今天的我 在一年半的努力当中 虽然开幕了 各位 有没有好奇 我开幕的第一个月 2014年的一月份 你们想不想知道我领多少钱 想嘛 很多 因为做了一年半的组织 应该收入很大吧 没有十万也有二十万 告诉各位 我只领了四千零五十九块 看一下图 真的呢 我只领了四千多块 当我领了这笔奖金的时候 我高兴了三天三夜睡不着 可是我的太太 哭了三天三夜也睡不着 各位 如果你们换成是我的太太的话 你们会不会哭 说不会哭的人 真的是没有什么良心 你的先生做了一年半 开幕才领事件 当然会哭 可是后来 我不要让我老婆天天哭 我要让她每天开心的不得了 对吧 后来你看 经过我一年的努力 有图为证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一个成长图 有没有看到 看到了吗 从四千 对吧 一万一万六到 2015年的一月份 刚好满一年 你知道我当月份 领了多少钱 来看下一张的图表 我当月份领了三十万 所以在座的先生 做人家的 账户的 你为了不要让你老婆哭 要不要用收入来证明 要 所以收入可以自摆并 对吧 如果你一个月收入有三十万 你早上起床 头还会痛吗 腰还会不会酸 当然都不会痛 不会酸了嘛 每天头痛的时候 拿新台币贴哪里 贴额头 睡不早的时候 拿新台币贴哪里 保证你睡得着 好不好 所以有图为证 各位你不要轻易的 相信别人说 爱多美不会成功 很难赚 什么 这个很多朋友做过了 做不起来 没有赚差价 赚什么钱 这些都是 他们不认识爱多美 把你所认识的告诉他们 就像我这样有成长图 好 在台湾 我破了两项记录 钻石大师平均收入 是十万到三十万 我在钻石大师的第二年 我就一直 奖金就一直三十万上去 我在第二年的时候 就进入领袖俱乐部 联薪三百万 钻石大师 所以在座的钻石大师 你的收入也可以三十万以上 大钻石 后来很荣幸的 经过伙伴的努力 我上了玫瑰 玫瑰之后 我的收入就跳到 一个月 大约新台币五十万上下 我的收入就直接跳 皇家俱乐部成员 所以我也是第一个 玫瑰大师 晋升皇家俱乐部的成员 请大家给我一个 谢谢 继续 接下来就换你们了 我们 做爱多美 很多人就问我们 这些讲师们 做爱多美的精神是什么 各位 做爱多美精神是非常简单的 你只要学 我们交通警察开发单的精神 懂吗 为什么 为什么要学 警察开发单的精神 因为 警察开发单 是不是 天天开单 单单成交 全部都是陌生课 有没有 偶尔才是熟课 对吧 你把警察开发单的精神 就是换成你做爱多美精神 好不好 我们做爱多美 要不要天天开单 要不要单单成交 要嘛 要不要全部都是陌生课 都可以嘛 好不好 这就是我跟大家讲的 真的 学起来 在成功学院 就是学 做 教 没有 其他的 配方 好 接下来我跟大家分享 成功 最大的三个关键 在爱多美 第一个 看懂爱多美的价值 第二个 进入成功系统来学习 第三 大量的分享跟行动 各位 看懂爱多美的价值很重要 如果你看不懂 你不会前进 你不会有动力 你往往遇到挫折 压力打击的时候 你就退场 很重要 所以我们来看懂爱多美的价值 各位我们来看看 什么价值呢 我问各位现场的朋友 如果 100公斤的石头 请问一下你们抬得动吗 抬不动嘛 对吧 那如果把100公斤的石头 换成100公斤的现金 你们抬得动吗 都抬得动 怎么那么现实 就就是爱多美的价值 懂吗 所以 所以爱多美的价值 就是你要看懂 它是100公斤的现金 半夜 要找谁 亲朋好友 对吧 要不要带工具 要爱多美的产品 都可以去分享 这就是你看懂它的价值 很多朋友说 价值在哪里 我说价值 你想想看 我们的矿石 钻石 在哪里 在这个矿产当中 会有钻石 我们最大的矿产在哪里 在家里的日常用品 我们家里的日常用品 是不是一个宝贵的钻石啊 是不是 所以你去想 所以我用一张图给大家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的意思 是说 你价值 第一个 我们出生后 共同的名字是什么 消费者嘛 所以爱多美提供 物美价廉的产品 给消费者 消费者会不会一辈子购买 消费者一辈子购买 你是经营者 你会不会赚一辈子的钱 会不会 当然会啊 所以这个价值很重要 希望你看懂 爱多美的时候 前进的动力 就是一直拼了 直接到成功的境界 最近呢 有一些休息的时间 我就会去充电一下 我会到咖啡馆 有书的地方 书店有咖啡馆的地方 我想放松一下 自己的一个步骤 点了咖啡 走到书的前面 我的心情压力更大了 咖啡也喝不下了 我就立马回头 赶快做组织了 赶快跟妥伴团队 看了这张图你就知道了 来 我当场照相的 不懂带团队 怎么样 大家就怎么样 一起阵亡 全部的书都是写这些 你喝咖啡还喝得下吗 我的组织伙伴都还在怎么样 努力当中 我是一个带头者的领袖 我根本喝不下了 所以我就立马回头 赶快来教他们如何来带团队 好 我们来看 带团队有没有重要 真的很重要 非常的重要 因为找对人才能做对的事 对吧 我们千万不要把不对的人 想办法变成对的人 那这样子是浪费你的时间 浪费你的生命 如果他看不懂 我们一直讲 讲到他看懂为止 如果真的再看不懂 我们先放着 我们继续找下一个 所以找对的人才能做对的事 这个蛮重要的 那什么是对的人 各位 什么是对的人 自己才是对的人 你自己要成为那位对的人 第一个对的人 带头做 带头来上成功学院 你的伙伴报名 不报名 你都要来 所以你自己要先行 才有跟随者 对吧 你自己都不先行 怎么会有跟随者 这个是很重要的观念 你要清楚明白这一点事情 我们来看看 如果你找到猪队友 我告诉你 不用跟他谈梦想 因为他在乌的是什么 鲜料 真的我们有很辛苦的 招招招招 对不对 他没有办法跟我们融入一体 没有办法来 共同学习 放下身段虚心学习 他可能在乎他的 每天上班的收入 我们暂时就怎样 先放着 让他体验产品 当消费者也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看历史的一些伟人 各位团队很重要 从你开始 耶稣大家知道吧 耶稣找了十二个门徒 建立了全球最大的宗教 基督教 对不对 大家的故事 换换圣经都知道嘛 第二个伟大的人物叫孔子 孔子找了七十二个门徒 建立了全世界最伟大的儒家思想 再来我们看看 你也比较耳熟能想 叫马云 各位认识吧 马云当初找了几个人 十八个人 建立了全球最大的 怎么样 电子商务帝国 接下来 仔细听 要改写历史 接下来 有一个很重要的人 看一下这个人 武汉籍 董事长找了几个人 十七个人 给董事长一个热的掌声 建立了全球最大的直销帝国啊 各位 我们在座的现场朋友 我们来改写直销的历史 好不好 董事长都听到了 真的啊 这张图就是这样子 好 接下来 我跟大家分享一些观念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牛羹田一辈子 没有一块田是牛的 那 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 那如果我们上班一辈子呢 有没有一个事业是我们的 没有啊 我们每天上班打卡 没有事业是自己的啊 这个非常的重要 好 接下来我问你几个问题 三个问题就可以了 第一个 放下现在的工作 你还会有收入吗 有没有 没有啊 那如果 你有足够的时间陪陪你的家人 到处出国旅游吗 你目前有没有时间 第三个问题 从现在开始不上班 不打卡 天天在家里睡觉 钱会不会进来 所以你的答案告诉你自己 就可以了 所以这三个问题 你现在对自己 问话一下 这是给大家 做一个审思 人 因着梦想 而伟大 这句话 有没有常常听 可是 人因梦想 还不够伟大 是因为 要实现梦想 才更伟大 对吧 所以爱多美 为了要实现你的梦想 让你更伟大 好不好 这就是 人因梦想的伟大 我们今天在成功学院 好 给大家 再一些观念 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过去 对吧 可是你可不可以决定你的未来 可以的啦 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过去 过去都过去了 没有办法改变 时间没有办法倒流 所以我们可以改变我们未来 很重要的 你现在的位置 在哪里 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你未来在哪里 才是重要 你现在很贫困 很潦倒 没有关系 可是未来 你是丰富的人生 这才是重要 人不怕重来 但不能没有未来 这个对你来讲 是最重要的 各位 像我们房家俱乐部的成员 有一只天鹅 是公司的代表一个荣誉 各位 想不想 你的身上也配有一只梦想天鹅 想不想 可是你们知道梦想天鹅在哪里吗 我给大家看一下图 在这里 有没有看到 上面有没有写四个字 梦想天鹅 就是在我们的舞台的后面 所以很明白地告诉你 梦想天鹅在这里 你就可以拥有 领袖俱乐部跟 皇家俱乐部成员的荣誉 成功学院 我们现在分三场 北中南加起来 有五六千人参加 将来公司可能台湾五六十万人参加 这速度是非常的快 直销 是什么 爱多美它也是一个直销 直销就是会议行销 会议行销是什么 没有会议就没有销售 也没有销售也没有业绩 所以直销就是一个火炉效应 各位 你听看过火种吗 一个火炉里面 火种拿出来到外面的话 几分钟会熄灭 三五分钟火种就熄灭 所以我们每个人是经营者的话 我们就是那个火种 所以火种 如果你离开这个火炉的话 很快就会 怎么办 被泼冷水 甚至于被泼冰水 泼冰块一堆的 你就阵亡了 所以我们要随时回到我们火炉箱 来做充电学习 如果你真的是上班族 没有时间来学习的话 怎么办 公司很贴心的 在我们的网站后台上面 有一个VOD 云端的课程学习 你要学奖金制度产品 成功制度分享 老板的分享 李生云博士的演讲 里面通通都有 所以没有办法来上课的伙伴 公司很贴心的 把这些的影像 录影存档给大家来学习 这是公司的贴心 所以爱中美是要让每个人 上班族或者没有工作了 通通可以在爱中美成功 我最近查了组织 也就是他们不进系统的 一些过去的领袖们 你知道吗 我看了我很心 心很痛 为什么 看一下90%的都变成洪框 为什么 过去一个销售大师 也没有办法在这边定夺 没有做好完善的售后服务 没有进系统 最重要是没有进系统 90%的怎么样 组织伙伴都是洪框 这个很可 很可喜的一件事情 所以进系统 你不管你组织再大 一年没有消费 没有做好服务 它就是变成别人的下限 所以进系统是最重要的 我一直强调跟大家分享这个观念 接下来我跟大家分享一个观念 也就是我们常常觉得 花四年的时间要在爱多美成功 是一段非常辛苦的路程 可是你却没有想到 你却花四十年的时间 在外面上班打卡打工 让自己穷一辈子 你觉得无所谓 不可以这样子 四年要成功 不是我随便说 在爱多美我们不要每天过着 这种生活了 过去的生活 每天上班打卡起床 睡觉吃饭 明天又再来一次 这种生活我们不要再过了 好不好 所以我给大家一个想象 如果你们家里的水龙头 每天流出来都是新台币 美金你们说好不好 这才是你要的 要不要看看这个水龙头 流出来新台币跟美金的样子 要啊 每天耶 如果每天让你封顶 光我们的安置主持奖金 每天就有四万多块 对吧 真的啦 当你钱还没花完 钱都进来变成很困扰的一件事情 知道吗 对 所以最近让钱流进来的这个系统 其实就是会员的经济 我们爱多美就符合这个潮流 杂志 书籍都在讲 让顾客买不完的会员经济 有空去书局找找这个杂志跟书 让各位明白什么叫会员经济 我们过去有没有去大卖场办过会员卡 有没有 有啦 好几张 爱多美的会员卡 请一下我们去卖场下会 介绍朋友去下会有没有好处 没有什么太大的好处 介绍朋友卖场也不会分红给你嘛 那如果我们介绍 介绍人或者没介绍人 自己下会在卖场下会 买多少钱 才有得到700块钱的红利 也就是我们爱多美的奖金 最少的是5.700块左右 我们要算一下 我都帮你上网 做了功课 我们要花多少钱呢 也就是说你要花23万左右的消费 而你才可以得到700块钱的红利 为什么 100元换3点 10点换1块钱 你继续算算看 就大约23万 而且是个人的累积 个人的消费 那如果换成在爱多美呢 各位只要4万块到5万块台币 左右两个市场消费 就可以得到700块或2100的现金回馈 这样你们说好不好 真的啦 不是你个人的消费的力量大 而是整个组织团队的消费力量 才是最大的最轻松的 爱多美是一个5本生意 有没有稳赚不赔 稳赚不赔 因为你没有投资嘛 稳赚不赔嘛 将来做了之后 会不会有钱又有闲 会不会 会嘛 人人可为 这句话就可以让你朋友很清楚了嘛 5本生意 对吧 稳赚不赔 有钱有闲 人人可为 爱多美跟传统的事业 传统的工作不大一样的地方 我跟大家讲一下 你们就明白 爱多美要三年成功对吧 可是我们过去在传统行业 可能要三十年才能成功啊 所以过去三十年的困难 压力打击 都在三十年发生 你觉得无所谓 可是爱多美要三年成功 所以在三年呢 你会遇到三十年的挫折压力打击啊 在这三年发生啊 所以很多人就没有办法承受这种压力就退场 所以爱多美是一个快速压缩成功的事业啊 我们过去如果一个月存三万块 你要存三十年才有一千万啊 三十年后有一千万的钱 可能是小钱的 如果我们把三十拿到前面来 一个月可以三十万啊 乘以三年你就有一千多万 各位想想看 三年后跟三十年后的一千万 哪一个价值比较大 三年嘛 所以你要在这边快速的努力 客户所有的困难 齐心合力一起奋斗 过去很多朋友 做组织 做业务也好 他们都在做什么 都在做业绩 可是爱多美在做什么 在做累积啊 一个是做业绩 一个是做累积 有没有不一样 做业绩会什么 天天归零 做累积会持续累积 为什么投影片一放 你们就还没照相就停了 你知道吗 因为要让你们专心记 专心听啊 好 业绩跟累积很重要 累积就是像磁碟一样 一直不断的吸引这些消费者 慢慢的产生购买力 过去的直销不是不好 是因为过去的直销 它的教育方式是串联式的 什么是串联式的 一个交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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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串联式的教育 是很累的 那爱多美呢 它是并联式的教育系统 什么叫并联式的 公司举办这样成功系统 把人邀进来 你也进来 这个叫并联式的 并联式的系统 有没有比较简单 有啊 轻松又容易 这才是并联式的系统 最后 也有几个投影片 也分享给大家 直销有三个 比较关键的地方 第一个就进人系统 很多直销会员 或者老直销 他们都讲这个 进人 留人跟育人 你们如何进人 如何留人 如何育人 我跟他讲很简单 进人 爱多美免费的啊 加入不用钱 30天满意保证 容不容易进人 留人系统很简单嘛 绝对的品质 卖绝对的价格 消费者会不会留住 留人嘛 育人 育人系统 我们举办的教育中心 研讨会成功学院的育人系统 还有线上VOD啊 我讲完直销朋友 没有一个不签的 很重要 做直销 也是跟传统的业务 也差不多一个概念 我规划有三个定律给大家 第一个是2080定律 什么是2080定律 要写起来 也就是说 我们要花80%的时间 来创造那20%的成就 举个例子 我们爱多美 要五年成功 你要花四年的时间 辛苦的耕耘 一年 两年 三年 还看不到成绩 看不到效果 可是最后那一年 会成就那四年的努力 对吧 你要想想看 第二个叫珍珠理论 什么叫珍珠理论 也就是说 我们到海边 半壳里面捡珍珠 跟我们找经营者 找会员 有没有一样 100颗的珍珠 只有100颗的半壳里面 才有三颗珍珠 所以我们找了 一个 两个 三个 就放弃吗 还是找了10个 20个也就放弃了吗 No 直到找到珍珠为止 100个一定有三个珍珠 用这样子的效率 去找你的伙伴们 第三 射籍理论 什么叫射籍理论 也就是说 一个靶里面 中间是不是有红心 我们射弓镜的时候 有没有办法一次射中 一次射中那叫运气 我们要不断地修正 不断地调整 不断地改进 才可以射中红心 对吧 爱多么也是这个精神 你不断地分享 不断地改进修正 你就会达到 这个最终的目标 所以现在的你 是所以无法改变 也就是你下定决心 不要改变 你如果自己真的 现在还踏不出去 是你对自己 下了一个决心 你不要改变 赶快 突破自己 改变 你曾想过 你这些的苦日子 你还要撑多久 什么是对的 打勾 这个勾 如果你现在 还不是跌到谷底 还会再跌下去 如果你跌到了谷底 就要起来了 对吧 打勾这个意思 就是跌到谷底就起来 所以在爱多美 很多成功者 都是跌到谷底的 有没有 我们老板也是跌到谷底的 所以如果你的人生 没有计划 就是在计划什么 计划失败 所以成功的梦想难度 成功这个人生 一定要写 你没有写 你就计划失败了 把它写下来 没有计划 就计划失败 这很重要 成功者是看目标 失败者是看障碍 所以成功者 也往往是学习 别人的成功经验 失败的人 是学习自己的经验 成功的人 可以常常修改方法 但总不改目标 可是失败的人 常常改目标 但不改方法 所以我们设定 销售大师赚大师 真的一设定下去 方法调整再调整 都可以达到你想要的目标 未来最好的生意 流动的店铺 流动的店铺 也就是流动的老板 所以人将来就是一个门面 你出门要不要穿得整整齐齐的 要 嘴就是你的营业窗口 嘴巴是你的营业窗口 所以你每天出门 要把自己打理一下 因为爱多美是一个无店铺的生意 嘴巴就是你的门 所以如果你今天没有跟人家分享爱多美 爱多美的话 你今天的店是关着 没有营业的 你讲听懂了这个道理 你就知道爱多美是一个无店铺的连锁 嘴巴就是你的营业窗口 所以一句话 看懂爱多美 哪一句话呢 全世界每个人 主动的重乎消费 也就是终身奉 明白吗 所以我们在爱多美 持续的努力了三年 可以享受世袭三代 这个努力是非常值得的 过去爱多美从2009年来 成立到现在已经十年的时间 有没有创造了无数个百万户翁 有没有 下一位就是你的 你是下一位的 请举手一下 我看看有多少人 那么多给自己一个掌声 所以最多的百万户翁在这里 是的 以后我们的领袖皇家俱乐部 都是坐在这里 因为旁边没有位置了 全部都是坐在这边 最后我的成功误想 我用一段话来跟大家做一些勉励 很多人从小就想创一方事业 但终究是碌碌无味 这种人的失败 并不是败在能力上 而是败在一个等日 等时机 等市场 等一切都准备好了 有人说 等你成功了 我才跟你做 可是你知道 等我成功了 你的距离跟我已经很遥远了 雪中送碳的时候 你只在看 同舟共济的时候 你不出力 我锦上天花的时候 我不缺人 一等 二看 三落空 一想 二做 三成功 什么样的人 最悲哀 也就是拿着自己的时间 去见证别人的梦想 什么样的人 最可怜 就是从来不敢尝试 却嘲笑着别人的努力 各位 很重要 人 活着 最大的失败 不是跌倒 是你从来不敢奔跑 各位亲爱的爱多美家人 我们一起在爱多美奔排 好不好 好 我的今天的分享到这边 谢谢大家